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二 早上的10点24分 跌115点 今天在沙盘 有点就是反应过头 为什么这么说 昨天欧美股市下跌 跌的还蛮多的 问题从欧洲开始 英国疫情再度升高 所以英国可能又会再度封锁 这是昨天发布出来的消息 今天下午英国的首相强身 会宣布到底会不会封锁 我个人觉得再封锁的可能性并不高 为什么并不高 你如果再封锁的话 那么你之前所做的那些努力 不管是你刺激景气的一些活动 所投入的资金 全部都变成是打水漂了 全部都变成白费了 其实欧洲可以取经台北 台湾的经验 大家多戴口罩嘛 勤洗手保持距离嘛 不把它当一回事 现在欧洲其实很多年轻人 都认为说 这次的新冠肺炎其实只是一种流行的感冒而已 因为会自己康复啊 目前确诊人数已经三分之二都已经出院了 剩下三分之一的还在医院而已 所以他自己会康复 所以很多人并不在意他 甚至于欧洲很多地方 很多老百姓在抗议 那希望能够解禁 那反而官方的部分是比较紧张的 所以昨天传出英国那样的消息之后 英国股市开始率先大跌 那昨天德国跌最多 跌了4.3% 因为德国德意志银行 欧洲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 传出他们的执行长 在当省记长的时候 有洗钱的嫌疑 所以德意志银行昨天大跌8% 那把整个欧美股市给拖下水 那美国昨天一开盘之后 道琼也一度跌了900点 可是慢慢的尾盘拉高上来 那更重要的是 纳斯达克从跌4%回到平盘 费腾报酬体也从跌4%回到接近平盘 剩下0.3%而已 所以其实最危险的状况 在昨天晚上已经都化解开来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子期的部分 昨天台子期的夜盘 从原本跌 我们来看昨天台子期的夜盘 昨天台子期的夜盘 从原本下跌155点 尾盘拉回来剩下跌28点而已 所以昨天台子期夜盘已经止跌回稳了 很多人今天开盘之后再去杀股票 这就反应过头了 对 因为美国股市在昨天已经止跌回升了 尤其美国股市的部分 苹果大涨3% AMD大涨4% 特斯拉涨了1.6% 特斯拉今天晚上要发布 要发布新的电池的材料 所以美国股市昨天已经止跌回升了 你今天开盘之后再去杀股票 真的反应过度了 那我们话说回来 如果真的在封锁的话 那会是怎么样景象 昨天美国股市跌 昨天美国股市跌 我们从 纳斯达克跟费城报道体 还有道琼来看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昨天美国股市跌是跌什么 跌传统产业 银行股 石油股 汽车股 这些传统产业 反而科技股是很强的 大家记不记得3月4月的时候 美国开始封锁 欧洲开始封锁 结果谁受惠 电子股受惠 因为居家办公的人变多了 对于电子产品的需求增高了 所以之前已经演过一幕给你看了 封锁对于传统产业是利空 对于电子股反而是受惠的 那怎么今天大家还在杀电子股呢 所以有时候 头脑要随时保持冷静一点 不要随着市场起伏 跟着一起追高杀低 这样就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你今天去杀低就很 很有可能就错掉了 你看今天Vis Vis目前才涨1.6%而已 如果有那么的恐慌 那Vis不会只涨这么一点点 所以这行情应该是有惊无险 而且最危险的状况 在昨天晚上已经都化解开来了 所以不应该今天再去杀低 那今天蹲下来反正应该 逢低下去买股票 应该是要逢低下去买才对 你看今天台积电也稳下来了 台积电连电今天都还蛮稳的 所以你看今天台积电的部分 台积电只占12点而已 大盘跌106点 是大多数中低价股自己杀自己 投资人自己杀自己 反而台积电是稳的 连电是小涨的 所以恐慌没有用 你要冷静的去判断事情才行 你看今天瑞宜一开低就上来了 瓶盖股还是相对比较强 瓶盖股还是相对比较强 今天传统产业 你看塑胶股今天又大跌了 航空股今天也下跌 引荐股昨天大涨今天也跟着跌下来 所以你要记得如果是 如果是封锁的话 那么绝对是对传统产业是不利的 那至于电子股的部分 瓶盖股当然还是最优先 你看4958真顶 真顶目前翻红了 310穩帽跌1块钱而已 也即将翻红 3406玉金光 目前小跌6块钱也很稳 6510金测 目前跌8块钱1%而已也很稳 所以你要买对 要不要丢 669台郡目前也是平盘 所以平盖股还是优先 目前市场至今61%在电子股身上 所以可见得今天卖压是在传统产业 传统产业卖压是比电子股来更多的 所以这跟大家讲 平盖股已经开始成为主流 但平盖股成为主流 不是欧白买的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 对 晶圆电 这是底部的 这是底部的 这用double的 穩帽 这用double的 你要买底部的不是买高的 不是买高的 不是买高的 还是在盘局里面 随时盘局一破之后 还是会上涨 还是会上工的 好清测 今天没买 有要在金区 这个底部已经打得很扎实了 今天没买而已 有下来赶快买 齐帮肩还是很强 对高的富球肝 涨高 一回挡就回得蛮多的 真顶目前也是在平盘 这都没什么都要勾票 你看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跟大家讲 120 对 一直鼓励你买 很强啊 因为已经整理了四个月了 卖压桥就已经消化掉了 那今天旺宏买点到了 我们上礼拜 33.4卖出 今天31.2买回 很漂亮 这旺宏外资昨天还在持续加码 所以有些个股今天杀低 反而是提供你买进的好机会 顺达这也是跌不下去的股票 这也拨不下去 相信整理这么久 这拨不下去随时都会开始起跌 8月收创历史新高 尤其目前开始进入旺季 对 电磁材料的股票 我们聚合 昨天先卖一次 我们昨天先卖一次 压回来 今天趁压回的时候 我们会再接回来 聚合今天压回来之后 我们会再接回来 今天晚上 特斯拉要发表 新的电磁材料 国具要注意 国具这个买点 可能就是最近最后的买点 国具压低些要注意 喜欢超多国具的 注意国具的买点 所以很多好公司 今年获利大成长 股价相对很低的 趁压回的时候下去布局 不要去对那个基金管的股票 对那个就没意义了 你可以跟上我们脚步 新品上市新标股登场 我来带你布局平概股 最重要的标的 底部的标的 那同时这些新款的商品 不管是游戏机 或者最新款的平板 一起让你带回家 新品上市新标股登场 好礼带回家的活动 我们的负担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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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